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 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好 一样公投两样琴 你可以看到很多民团 很多公民团体 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 他可能没有党派的 有党派的野霸 无党派的野豪 在街头宣讲走透透 全台湾开个小战车 可是却有最大的在野党的 算是最大诸侯 还发了不知所云的签字文 有人说这是有字天书 每个字都认得 可是看不懂 我们先来看看 高金素媒 最近可以看到他到原乡 到很多地方去拼 公投的同意票 他今天也上了伟汉的节目 我们来听听看 我为了公投 我一路的从台北 台中 南投 高雄 还有屏东 我沿路扫街 做公投的宣讲 大家都知道 我是无党籍的 原著名立法委员 我没有任何政党组织的奥元 为什么这么拼 为什么这么拼 因为其实现在看起来 就是立法院也那么多的立委 当然不是最聪明 也不是最强 也不是最棒的那一个 但是至少我清楚知道 我的薪水 是来自于全民的纳税钱 我还对全民负责 所以民意跟党意哪个重要 很显然的 我们的执政长是选择党意 那是昨天接受伟汉的访问 伟汉 其实我一般在广播节目 有访来宾的时候 有些网友会觉得说 讲很多话 不让来宾好好讲话 其实我会尽量让他讲话 但因为节目进行当中 你也总不可能就待在那边 放空 可是昨天高清宿媒委员这一段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之后 我大概有快八分钟 我都没讲话 我就听他讲 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 跟大家讲说 当他讲出那句话的时候 我其实身体感觉有个电流通过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回答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他怎么说 我问他为什么那么拼 刚刚导播放给大家看了 因为我很清楚 他很自然的回答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我是拿纳税人的薪水 但我突然想到说 难道我们的行政部会的官员 王美花部长 陈吉仲主委 陈树部长他们不是吗 是 可是他们并没有像 高清宿媒那样子的就是 努力让大家知道多面向 他就是上面指示我们现在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 可是上面指示你怎么干 你拿的却是我纳税缴的钱 所以这在这我觉得这件事情 最大荒谬的地方 到现在为止 我从整个公投一开始 没有什么先见之明 我就是很直接一个政治记者 你看到的可能跟一般网友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不是反美猪 这是反萊猪 我就提了 到现在后天要投票了 改了没有 改了没有 没有啊 那没有改你怎么可以 中华民国由上到下国王的心 没有人敢告诉蔡总统 蔡总统的脸书 应该要有人告诉他 像是林非凡 林非凡你不是决亲吗 你告诉蔡总统说 我是副民主党 书席这样不好 因为我们要负责 我们执政 当家不闹事 那你既然是反萊猪 你有什么讲成反美猪 我再讲更白一点 我们现在有13个国家镜头猪肉 一部讲成反美 对 所以我一开始讲 我就看出来 他是要用反萊猪 变成反美猪 用反美猪变成反美 反美就是表示你要亲中 你就是帝国到蔡都 那我才会讲说 虽然马前总统的文章 也有人不赞同 但是我有看到一点就是 什么叫做不自由的民主 我们现在真的很自由吗 是 我并没有觉得说 我现在 王源他不自由 你能在那边讲话 不 言论自由方面 我相信是有的 可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matrix要拍第四集了 我以为我活在一个地方 我吃牛排很好吃 其实都是假的 我们以为我们很自由 可是这个政府 如果你是民进党支持者 民进党的总统 民进党的院长告诉你 就是四个不同意就对了 理由呢 不用理由 爱台湾呢 你不爱台湾吗 不爱台湾的巴蕾 所以倒过来讲 跟高金苏美委员一样的 其他的立委 跟高金苏美委员一样的 民进党的立委 还有领纳税人薪水的部会官员 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想看看 耳缝耳露 民脂民膏 应该让人民在这一次的公投 做选择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要合适多少人不要 你应该好好让大家做选择 而不是拉下去 好像是整个就是金针 就射出去 你去晃荣 射出去又全部通通死就对了 那就变成是怎么样 变成礼拜六 我们将会看到 此刻2021年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政党支持度的对决 这不是四大公投的选项了 这样子真的很不好 是 我们来看看侯友宜 侯友宜前几天的签字文 很多人说是有字天书 每个字都认得 可是看不懂 他讲什么 他讲说我思故我在 然后他说 让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都岁月静好 安居乐业 那到底是谁想的 他说是他自己想的 本来我们以为是有幕僚帮他写 他说他自己想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吴典荣怎么说 这是风传媒的总编辑 他说台湾的这支人物 或这个政党 无一倖免 因为这是一个赵妖镜 四大公投 本来公投是对蔡政府的检验 侯友宜却被推到风口浪尖 如果你思想评级 走不出民进党的套路 那你又怎么样 能够走出自己的第三条路 老实说 今天我又听到 侯市长又在讲说 他反对莱猪 所以我就搞不太懂 他在干嘛 我真的想不通 他想走一个中间路线 不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 走中间路线 你以为走中间路线 你就什么都不反对 什么都不表态叫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可不是这个样子 中间路线应该是说 我每一个东西 我经过理性判断之后 我不是看哪个颜色 也不是因为哪个意识形态 去做决定 而是我根据我的理性判断 去做决定 这叫中间路线 可是你前几天 才写了一篇签字文 告诉大家说 你不想表态 不要逼人家表态 然后结果你马上表态 那请问一下 你到底在干嘛 你为什么不在 写签字文的那一天 直接告诉我们说 我就是反对莱猪 其他你可以不表态 有没有人要逼你一定要表态 那逼你那些 你大可以不理他 因为你已经不理人家 好几个月了 所以我完全不懂 这一波操作 是什么神操作 可能我才出学前 我真的看不懂 那至于说赵康酸他说 你那个不知道是哪个狗头军师 帮他写的 他说他自己 是 结果他说他自己 他自己写的 那我是觉得 市长你撑了这么久 结果把自己三年前的东西 复制贴上 这到底干嘛 你要大家回忆 你三年前选举的样子 还是怎么样 这会不会太无聊了 所以我真的我知道 侯市长是刑警出身 他可能思考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是有刑警适合思考方式 可是我觉得政治上有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坚持做了一段时间 那你就继续坚持下去 也不用再管别人讲什么 你这样子在短时间之内 让人家洗衫温暖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完全 搞不懂你到底在干嘛 侯友宜可能忘了 前阵子疫情还非常紧张的时候 那双北 因为病例一直不断的增加 民意囊这些人物是怎么攻击他的 新北 新北得第一 那时候其实也在烤塞他 所以你在厨房里头 你怕厨房热吗 他如果一直坚持这样说 不要犯政治话 不要蓝绿对决 他就应该在民进党动员的 第一时间就讲 那个已经一个多月前了 小英下令要水银泄地 对不对 行政院长全面发动 对不对 你那个时候就应该要讲 因为民进党非常清楚 这个就是伟汉的观点 偷他的观点 就是民进党知道 自己的政党支持度 比国民党高 大概高将近10% 大概有25到30之间 所以只要把自己的政党支持度 都动员出来就赢了 就赢了 所以民进党是从胜利方程式 来倒推他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结果 你说他是不是落实了他的战略 没有错 他就是从战略然后落实为战术 现在所有的人 每一个标兵都已经站到位置上 对 那你侯友宜作为国民党的第一大将军 你看不懂这个棋盘吗 他可能看不懂 拜托好不好 那你还当第一大将军 你以为你这个时候可以跳到战局外 他想要站一个更高的一个包子 突然之间变成像我跟伟汉 像韩冰这样的评论员 你是政党大将军 你以为你可以当钳子 当个龚道伯 拜托好不好 对不起 龚道妹 龚道妹 你是政党第一大将军 国民党第一大将军 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可以当龚道伯 这个就是角色错乱 而且是在四天前投票前讲这个话 你如果说从一开始一个多月前 你就一直这个立场 然后对于违反这个立场 你都一直批评一直批评 那大家就没话讲 那你不是 你是投票前四天才开始突然 突然讲这个 结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心痛愁快吗 我可以这样讲吗 这是心痛愁快吗 来 伟汉 其实我是觉得 现在民进党的做法 刚刚亮跟你讲非常清楚了 他把整个明年的选举 也先开始就启动了 因为他有定KPI值 他也很清楚的告诉你就是 这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所以我们要全部反 所以民进党不只是只有明年要选举的议员在动 连立委通通都动了 这个事情确实会有效的帮民进党支持者做一个巩固 你不要看北台湾看起来支持四个同意的比较多 南台湾 台南 云林 嘉义 高雄 屏东 他还直接讲说票要开的 不同意要比同意还更多 而且还有可能 所以变成是北票南补 南票北送 那就要看礼拜六的状况了 好 休息一下 廣告之后马上回来 那么右上俩 撒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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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正 林 林 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